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法国外交部和内政部的负责人均表示将严肃认真对待此事 尽快完成调查程序 早日公布事件真相 据法方向我们通报 涉事的警察已经被停职接受调查 此前因向警方请愿与法国警方发生冲突被拘押的人员多数已经获释 我们也注意到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这是公开表示 目前法方正就此案展开调查 保障所有在法国的中国供侨民安全是法国政府的优先考量 那么法国政府近几个月以来也已经采取了强化措施 为屡法的华侨华人提供最好的接待条件和安全条件 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法国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事件进展 敦促法方妥善处理